欢迎大家来玩大数据 现在我们要来谈所谓疾病防治在大数据上的一些应用案例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他有提到一个所谓的P4 Medicine 也就应该是讲说 我应该要给每个人四种药 这四个Medicine是什么呢 第一个叫做Prediction 预测 第二个叫Prevention 预防 第三个叫Personalized 个人化 就是For you 为你自己来做的这部分的一个设计 第四个是所谓的Participatory 这部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我想我们就还是让许哲轩老师来跟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好 那主要来讲话 其实他谈到的这个所谓P4 Medicine的概念 他希望能做到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我们要做刚刚的资料分析了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做到更多的预防概念 所以在所谓的第一个Prediction 他谈到的预防侦测 预防侦测是什么 我们可以刚才看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大数据的资料呢 我们转化成有效的资料报告 所以这个资料报告因为他可以把资料进行比对完之后 他可以完成预测的状况 你去想一件事 你的过去做健康检查 他给你的Report是什么 事后发生的 告诉你 其实你的红血球不好 你的白血球不好 你的好的胆固存太低了 还是坏的胆固存太高了 但是在People Medicine呢 他要谈到的是预测 预测的概念是什么 他从你的问卷 你的病理资料 先去做剖面的分析 我萃取出来 结合刚刚三个章节我们谈到的 我建立一个数学建模 我可以调出一个公式答案 这个答案是比较了一百个人 两百个人 一万个人 两万个人 跟一百万人 两百万人的答案之后 给予你的预测的答案 而这个预测的答案 他主要的好处在什么 他的好处在于说 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用个人的方式 去跟医生讲说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是哪里不舒服 而是透过数值的方式先告诉你 所以在预防医学里面 他所要定义的第一个概念 叫做预防的系统 第二个概念 他要谈到的是prevention 他讲到prevention是什么 健康的预防 你去想 刚刚我们提到的事情是 因为你有所谓的病理的资料 你有生命指数的资料 你有健康指数的资料 所以他会做到的事情是在于 我们可以做一件 所谓的服务模式 什么样的服务模式呢 当我今天在健康指数 比较低的状况下 我可以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可以给你预防的资料 但是如果今天假设 不是健康指数呢 假设我们今天基本上 想要拿大量的资料 去做比对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做 简单来讲话 我们可以来谈一件事情 假设如果今天 健保资料库的资料 都可以让大家看 你就会发现 那我可以知道 假设发生癌症病患 发生疾病的前瞻性是什么 他是有可能会有胸闷 有可能会有剧烈头痛 他有可能呼吸胸脏 这个行为 其实你应该要知道 因为过去而言就只有营养师健康 事会告诉我 可是你自己不知道 所以他们在所谓的预防医学里面 我们希望能做到的事情是什么 预防医学我们希望能做到的事情就是 我要把这件事情给大家知道 所以我们在视频里面 PREVENTION它要谈到的事情是 我应该要有更多的资料 揭露给大家知道 除了你自己的比奇病资料之外 你应该可以广纳所有的资料 然后进行有效的资料分析 那当然啦 其实这里面的资料分析 就要去谈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作息不一样 每一个人饮食不一样 有的人早上起床 就一定要喝三杯咖啡 有的人早上起床 他就不能喝咖啡 他一定要先喝牛奶 那每一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所以他改变他生理的基因状况 指数会不同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去想 那如果今天每一个人状况 不同的状况下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调整 所以这时候来讲话 在4P Medical里面来讲话 我们就会去想 如果我今天把Personality的东西 把它放大了 我把你的特质找出来了 你的Survey的资料告诉你 你真实的资讯 再来我把你的真实资讯 跟别人做比对 和你的资料去掉ID 把你个人的ID拿掉 这时候你变成有价参考值 所以当一个33岁 35岁 40岁的人 他如果没有吸烟 那这时候 他的数值资料 去给有吸烟的人做比较 有吸烟的人就知道 难怪我常常会咳嗽 难怪我常常会凶门 这时候他就会去改变他自己 所以其实在所谓的 4P Medical里面来讲 他讲的概念是希望说 如果我今天 可以把更多的Rawed Data 整理完变成Information 变成有价的Information之后 去让User可以更清楚知道 他自己的生理状况 这时候他就会去控制他自己 而不需要经过医院的转介 他就可以去优化他自己的生命指数 其实在4P Medical里面来谈到 那当然他里面还有谈到另外一个叫做全民参与 最后的全民参与是什么 他是因为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要加入这个歌 4P Medical里面来讲 为什么要大家都加入 我刚才就有提到的 样本数不够多 你的参考值有限 所以如果今天样本数够多 比如说有人告诉你 我每天早上要抽三包烟我才能出门 有些人告诉你说我每天早上抽烟跟烟 我就精神移移 好这时候我们就要拿来做分析 是因为他对你乳定的需求 还是因为他对于这个操作习惯的需求 他其实只是手上需要第二个东西 他就可以解决他所谓的精神不济的状况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调整 所以P Medical里面来讲的话 他所要做到的事情就是 结合大数据去做资料比对的分析 而这资料比对分析的应用 去解决掉所谓的健保 以及健康保险 这个体制上所发生的一些疑问问题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系统参数建模里面 透过P Medical的模式呢 我们就开始收了 收集第一个预防医学的资料 收集所有可能发生疾病的资料 再来第二从个人的里面来讲 去找到疾病发生的基因资料资讯 然后去做比对 再来穿太子设备 我们去做收集 最后我们可以用问卷的方式 去抓到他个人化资料资讯 那以及从广义的所有使用者资料 去做萃取跟分析 然后最后给你做到 所谓的真实预防医学 解决一个东西叫做 避免你发生疾病的可能性 所以你会发现最近很多的议题里面 就会提到一个主要概念 如果去画出一个有效的健保地图 如果去发现一个有效的疾病地图 这边可以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目前曾经有一个案例 在我们的研究团队已经发现了 在肾脏病这个模式 我们过去而言 需要看到用药的轨迹用药道记录 但我们研究团队发现 其实在23个问卷里面 我们可以做完设备 就类似像医师问者 透过这23个问卷问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很精准地告诉你 你有没有可能发生肾脏病的可能性 以过去我们的母体资料来讲 我们其实可以达到82%以上的准确率 这82%以上的准确率 是拿实际利用的案例去做讨论 所以你会想到一件事 当未来的医生不再需要做侵入性治疗 就可以找出你疾病的可能性 你就不用去花那么多时间 去做X光的放射 你就不用去花那么多时间做切片 但是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 这些身体的秘密 其实是用数据化的告诉你 用数据化的告诉你说 你自己的状况指数 而医生最后只要去分析这笔资料 就可以给你最终的答案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大数据的应用 就是从个人的收集资料开始 然后再去对应到所谓的全体 那之后再回到个人身上 其实就可以去做不一样的一些应用 是 好谢谢各位 我们继续再看下面的阶段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